能花一分钟说清就绝不花两分钟 欢迎回到皇家评测 我是六零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从四款网红手持挂套机中 选一款适合你的 这四款挂套机分别是129元的米家手持挂套机 299元的德尔玛多功能蒸汽熨烫机 399元的柯西强力蒸汽熨烫机 还有399元的大宇折叠蒸汽电运动 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吧 我们首推大家考虑的是米家手持挂套机 如果需要经常外出携带 优先考虑柯西强力蒸汽熨烫机 也不是多么糟糕的选择 无论你选择哪一款 我们都建议你了解下这些产品的缺点 知道自己日后要忍受些什么 我们先说一下四款产品的运烫效果 我们测试了棉 麻 金轮 迪轮等常见材质的衣物 款式包括T恤 衬衫 卫衣 大衣 西服 汉服等 四款产品的运烫效果基本一致 对付日常衣物足够了 为了找到它们的差别 我也请教了从业人员 请卖布的阿姨裁了一块化纤材质的窗帘 用增压挂烫机运烫出褶皱 才找到它们运烫效果上的差别 米家手持挂烫机要略逊于其他三款 在使用体验上 四款产品的差别就十分明显了 我们挨个说一下它们的优缺点 德尔玛这款在握持上是最轻便的 收纳起来也是最整洁的 但是它预热结束后就直接开始喷蒸气了 其他三款在预热时都有底座可以放置 预热结束后再操作才会喷出蒸气 而德尔玛这款官方提醒你预热时不能把它放在底座上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边预热 它预热结束后直接喷蒸气又会有些危险 所以预热时你就只能拿着它等着 虽然它的预热时间并不是最长的 但是它会完全占用你的这段时间 在这方面的体验是最差的 它的水箱也相对较小 所以没有获得我们的推荐 大宇这款设计很独特 面板也是最大的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设计 让它在操作时有点头重脚轻 握持感上是最重的 其他三款使用时能很方便地观察到水箱剩余多少水 而大宇这款就稍有不便 再加上它的水箱比较小 出蒸气的稳定性较差 我们用四台机器的最大水位来观察它们蒸气的持续情况 大宇这款在58秒左右蒸气就基本上断了 我们为此又买了一台 结果还是一样 使用时我经常感觉到它不出蒸气了 横过来一看发现水箱还有水 然后过一会儿它才又开始出蒸气的这种情况 使用起来有点费心 所以也没有获得我们的推荐 米家这款体积略大 这种不规则的形状对外出携带来说也不太方便 这款机器必须按着这个键才能出蒸气 虽然在更换衣物时 这个设计提供了随手一放的方便 但长时间按压使用还是让人感觉有点累 这款产品的优点是水箱较大 性价比较高 非常适合我这种衣服者到实在看不下去 才随手烫烫的需求 我自己也在测试后决定购买这款产品 柯西这款乍一看质感很好 但按键这里真的很掉档次 有脱功减料的嫌疑 四款机器在实际体验中都有喷水的现象 但柯西是相对最严重的 推荐这款的原因是它收纳起来比较方便外出携带 水箱较大 喷水问题可以通过整体熨烫完后 用面板烘干的方式进行缓解 如果有朋友经常需要外出携带挂烫机 我会推荐给他这一款 最后有两件事情需要大家注意 一个是所有挂烫机都告诉你要用纯净水 那我自己也是在做这期节目时候才知道的 我之前其实使用的是一款美的的历史挂烫机 前几天刚刚坏掉了 坏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给大家的是自来水 水中的杂质 堵塞管道减小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第二是你可以通过衣服上的水洗标志 来判断这件衣服是否可以熨烫 如果它有这个标志 就说明它能够进行熨烫 水洗标标志种类太多了 我们也整理了一份非常简单 教大家判断这些标志是什么意思的方法 请大家截图保存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们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在说事前 我们也希望能尽力的多给大家出内容 目前投影机的横评已经在制作当中了 希望大家能把双十二 你想购买的产品品类打在留言或者是弹幕上 我们也会尽量选择大家更关注的品类进行评测 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皇家评测 致力于帮专业有趣认真的小伙伴 致力于用最硬核的态度 做最有料的评测 那点一下关注吧 拜托啊 我们下期见